我覺得因為選戰走到現在為止 就剩個三天就要投票了 三四天就要投票 所以當然大家高度的動員 自己本身能夠動員的這一塊 而且最重要是不要讓他跑了 票不要讓他跑 所以我認為這個柯文哲 去幫國民黨拍影片 那你記不記得之前柯文哲也都講說 我有幫人家拍影片 對啊 看我什麼時候放出來 這現在看起來就放出來了 對 開始慢慢放出來了 國民黨會有需要到柯文哲幫忙去拉臺或什麼的 我認為可能本身的參選人來講 可能他有一些的這個局限的存在 如果他是一個高知名 如果長期被國民黨image很強的那種 基本上他還是會比較依賴 他自己本身的組織動員盤 那你說國民黨去幫民眾黨站臺 我也老實講 我認為那有當然有選戰上面操作的考量 就再怎麼樣場子是我的啊 所以才會有蔡壁如上了台 雖然沒穿民眾黨的背心 盧秀燕也都很這個禮讓蔡壁如 就是說希望大家去支持蔡壁如 但是蔡壁如手上拿的那個麥牌 就是侯康佩的麥牌嘛 對 那蔡壁如也要講說 我就是這邊啊 就是環境啊怎麼樣 對啊 那大家又成為一個 那我覺得如果對柯文哲來講 柯文哲一定會 一定會內心一定會希望是 你是我的人 對 你不就是要拿我拉台 你的工棒對不對 盧秀燕坐在上面 我在下面都已經 我都吞了 對不對 大小都吞了 那好歹再怎麼樣 你是不是也應該幫民眾黨講 但是民眾黨的枷鎖 並沒有在蔡壁如的身上被放上去嘛 我用枷鎖沒有負面 我先講就是因為你本來就應該要穿民眾黨背心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的 這種這個互相的這個互動裡面 確實就是為了要能夠擴大自己的票 那你說像中部這個地方 到底到最後是柯文哲會因為這樣而得利 還是國民黨因為去拉台 而之後擴大自己的得票面 我覺得就選候大家看 這不可能會不檢討 藍白示範區示範到投票 到最後到底誰賺到嗎 這個我覺得一定會 一定會檢討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剛剛提到韓國瑜跟柯文哲 老實講 這兩個越來越不像大家習慣的他了 韓國瑜 你說他講話沒有中嗎 不對吧 韓國瑜以前 韓國瑜以前他最讓人家吸引是插顆打魂 對 喜歡用一些影域 我跟你談大海 你跟我談塞子什麼 韓國瑜什麼時候針對一個人特定的下去講 現在選戰不是 這幾天韓國瑜直接點名的都是柯文哲 對直接點的都是柯文哲 甚至連那個 他直接講柯文哲 對啊都直接的以前沒有這樣啊 以前韓國瑜同郎後啊 大家覺得他可愛 覺得好笑 你不喜歡他的覺得他怎樣的時候 但他從來不會點著人民做什麼事情嗎 這次會為什麼因為很簡單嘛 柯文哲有點不一樣啊 柯文哲說什麼 他說他理解韓國瑜受到很大的壓力 對不對 所以他必須要配合 那是因為韓國瑜公開講的那些話 可是柯文哲又說了一件事情說 如果真的是朋友應該要了解朋友的壓力 就不會去為難人家 因為記者一直追著柯文哲問說 他到底跟你講什麼 柯文哲不講嘛 對不對 那問題來了韓國瑜也被記者追著問啊 說你跟柯文哲講什麼 韓國瑜也沒回答 他也尷尬 可是如果柯文哲真心把韓國瑜當朋友 你需要講那一些嗎 所以柯文哲的朋友 我認為也是選擇性的嘛 也就是你去公開去跟人家講說 他私底下跟我講的不一樣啊 怎麼講侯友宜的 你把你的朋友推上火線啊 結果到最後人家追著你問說 不行啊 如果是朋友我就會了解他 所以我不能只講好的肉都你做嘛 所以現在對於國民黨來講 國民黨不會不知道說 你柯文哲在內心打的是什麼算盤 所以國民黨也希望讓自己的人可以熱熱鬧鬧 最後就出現了這一個嘛 就出現了這一個 你知道網友怎麼說嗎 我個人看法就這樣 以前有個主播 我們好朋友的先生 有一句最有名的臺詞 棒球打韓國說 我真的好想贏韓國 侯友宜這個就是我真的好想當總統 你搞這個宣誓 我沒有很認為說這個侯友宜不知情 為什麼真的你看 我是自由單位真的非常用心把侯友宜的那個宣誓的那個字都寫在這上面 你告訴我侯友宜沒有講過這些話嗎 他在不同的場合都講過了什麼恢復特徵組什麼東西重現青天 追求公平正義 侯友宜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時間點講了這一篇叫做集齊襲大城 所以這怎麼可能你們不知道不可能啊 那就算是這樣 可是我就講全場最配合的是誰你知道嗎 趙少康 因為趙少康從頭到尾手都比在那裡 結果宣誓完了之後侯友宜講宣誓人侯友宜 看看趙少康就沒了 趙少康的手一直舉在那裡 其他後面的人我都聽到謊神了 大家也都想說這次要再進行多久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侯友宜想當總統也不是什麼什麼秘密嘛 只是你做了這樣的一個宣誓的橋段 你能夠吸引到多少人說哎呀 我因為他的宣誓而感到感動 肇事場合就是這樣嘛 就你希望因為做了什麼事情或講了什麼話 讓人家感動嘛 那我不知道他感動到誰 只看到那個宣誓 因為那個字真的蠻多的啦 他一個一個念 念完了變成這樣 那你說趙勢這種場合 其實有的時候真的就是擔心 這種突發事件 為什麼 像在這個台中的這個場合裡面 也傳出來講說有遊覽車要離開 結果現場被要求不能離開 為什麼 說不能夠提早離開 那結果呢這中間還有錄影的畫面 就大家這個人對職啊 結果結果還講說什麼 說什麼 因為這個按照什麼特勤條例要協助管制 還配合主辦單位 這個國民黨規劃 那我就講實話 造勢場合有遊覽車這種東西 大家走選機都知道嘛 對不對 正常啦 你有動員來 動員有的時候要看地方遠近 對對對 為什麼有些時候 明明這個主角還在上面講話 一大堆人跑掉 不是給他難看 為什麼 因為主角通常上台講話的時候 都是往會到後面的時候壓軸 那有些下處比較遠啊 不是啦 因為我車子發車的時間很早 你知道嗎 我車程很遠 所以我可能很早就發車 我們那一次 因為遊覽車事故發生的時候 很多人在乎遊覽車的司機大哥 不能夠過勞啦 那其實大家說大廳 有沒有說那車塞多久 時間手放在閃爐什麼 可以休息 不可以休息 那時候討論過嘛 其實我就講實話 就這種東西 其實可以處理得很好 對 怎麼會到最後說 依據特勤調理協助管制 我不准你走 而且支持者本來熱情的來 差點要翻臉了 人家輸機就是塞車 塞車就是要走 我說真的 這有很多東西可以去探討 就是說他其實有些其實人的部分 他如果遠一點來 車程要回去 而且在他公時的部分 那人家其實那個都有要求 那我就講這種東西 可以很漂亮的處理 我在想是不是 當時是因為說有安排 就是說什麼講完話之後 那個車隊要從哪邊走 所以車子不准 你在那裡擋住或幹嘛 但是這種畫面一出來 完了之後 你看啊遊覽車司機 還有其他旁邊講說 還是都一條法輪說 我不行先走 打不出來 只講說要配合人家規劃 所以協助管制 那就完蛋了 正副元首啦 真的在他今天已經當上了之後 我們在路上都遇過嘛 因為交管或幹嘛被攔住 我們都忍 為什麼 因為好 他真的援手嘛 他應該有 他有比我更重要的事情 因為國家大事嘛 那為了選舉 這種動員場 大家都知道該怎麼處理 跟怎麼做的 結果發生了這種事情 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就會是負面的啦 甚至提到說是不是有什麼 什麼人大被動員 甚至講說什麼動員的訊息曝光 還是什麼什麼 因為這樣還可以算公差兩次 這個之前也都傳出來過嘛 所以我想就是說 現在對於候選人本身來講 候選人唯一要做的事情 其實不是不要自己犯錯 自己不犯錯 這叫最起碼的 有很多周邊的這種東西 真的要注意 就像剛剛講說 今天早上開的那個 那個國民黨開的記者會 林涛大家也都認識 那我就講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把這個東西 用政黨發言人的身份出來 而且對於一個影片 你自己也都抱持一個懷疑 講說這是真或假的時候 你最後的連結政治操作叫做 你要不要退選 那完蛋了 我跟你講整個焦點都歪掉 因為他幹嘛 代表的是你已經先入為主的 認為這個影片就是真的 那問題是當事人也都在提醒了 也都講說這個不是真的 那你要如何去專精 所以我講政治語言跟政治操作 就像宣示的這種東西 好不好看 可能支持者覺得很爽 有沒有效應正面或負面 那就是大家來評斷